大家好,我是阿波 遇到了週二搶便宜的時候了 今天呢,我人在嘉義的民族路上喔 想當初啊,我在嘉義當兵的時候 每次放假我最喜歡的就是在市區啊 吃一碗雞肉飯,然後再回台南 但是呢,因為那時候很窮嘛 只能吃一碗飯配一碗湯,覺得很不錯了 但是呢,遇到嘉義的同袍啊 他就跟我說,喔沒有啊,我都吃兩碗啊 嗯,湯喔,有時候也可以喝兩碗 我說,哇靠,他是這樣嘉義大地主嗎? 超有錢的耶,Super rich啊 是不是,因為我們都吃不起嘛 結果他跟我說,沒有啊,我吃一碗餓二十塊而已啊 他真的講話就是這樣喔 二十塊而已啊 怎麼可能,嘉義趕快帶我去吃 欸,真的,台語最便宜的雞肉飯 就是我今天要介紹的這一間 今天就跟著我一起去吃,我們一起去吃看吧 走 這個... 看來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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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嘻嘻嘻嘻嘻 captureauf火 好了 帶一絲雞肉飯 這碗只要20塊耶 等一下 等一下 雞肉 雞肉 然後它上面還會加上那個什麼 它的油蔥 先來吃吃看雞肉飯 先來吃吃看雞肉飯 油香味很足 它飯比較軟 然後它的肉很嫩耶 這雞肉很嫩 好吃好吃好吃 20塊很划算耶 太誇張了 只有20塊而已 然後 又可以吃它的滷肉飯 20塊 一樣20塊 這個滷白菜 也是20塊 這種滷白菜吼 外面吼 現在一份都差不多賣到30塊了 它只要20塊而已 非常夠味 滷白菜也好吃 它厲害的是它的湯品 20塊的下鎖湯啊 然後 正面能經驗的是這個 20塊的味噌魚湯喔 我裡面是有魚的 它的魚肉呢 雖然說比較小塊啊 可是 味噌裡面啊 然後配一點魚肉 賣了20塊 我個人是覺得 非常便宜啊 它味噌湯很好喝耶 它味噌湯不是帶鹹 就是我們吃到那種 那種比較台式味噌 甜甜的味噌湯 很棒 然後吃飯呢 一定要配一下這個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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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就很好吃嗎 非常入味 而且入口即化 真的好吃 很厲害耶 它這個 雞肉飯真的是會忍不住的 讓你口一口接著爬 那他會附一些損失給你 20塊而已 你又吃到一碗雞肉飯 真的是太佛心了 不愧自己嘉義的神殿 好 我先吃一吃 等一下做一個結尾 好啦 我吃飽啦 波媽也吃飽了 我先來訪問一下波媽好了 我也吃飽了 那這間怎樣 這間喔 加雞肉飯的水準 不錯啦 跟北京差不多齁 差不多啦 可以吃啦 很便宜啦 很便宜齁 真的 這間真的很便宜啦 對啦 還有什麼印象深刻的嗎 這個 魚湯 味噌魚湯 也可以吃 還便宜啦 20塊而已齁 20塊要在哪裡炊 真的真的 好啦 我來總結一下齁 我來總結一下齁 好啦 簡單來說呢就是 它這個真的是一間便宜的雞肉飯 份量呢 我覺得就是人家的小碗的份量 少一點點 然後肉量呢也少一點點 但是呢它的雞肉非常的嫩 所以我每次來這裡吃啊 如果餓一點就吃兩碗 如果沒有很餓 我們就吃一碗 差不多是這樣啦 因為我覺得這裡的東西呢 它整個當搭配起來 一碗湯 一碗飯 40塊 非常非常的舒服 但是呢 如果你要點小菜 請你每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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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好份量跟價格 因為它會因應你的人 幫你調整份量 比如說你畫豆腐 雖然你只畫一份 但是呢 如果你是兩個人的話 它會幫你出兩塊豆腐 就是兩份的錢喔 所以大家來這裡千萬要記得這件事情 我這樣回味過來啦 它的水準跟品質 都還是在過去我知道的那種水準之上 因為我是差不多八年前左右吃的 那時候好像還更便宜一點點 還更便宜一點 所以來這裡吃呢 我覺得大家就是 點飯 點湯 絕對讓你便宜到不要不要的 但是如果要點其他的東西 我個人就是覺得 像我們有點豬腳嘛 豬腳 我們吃起來就是一般價錢 其實也沒有到貴啦 因為我們那一大盤 120塊 還OK 然後我們的 點的像肉皮啊 豆腐啊 就是一般外面的價錢 就是10塊15塊20塊 這樣去點 但是它的白菜乳 真的算蠻便宜的 份量蠻多的 20塊錢而已 而且我覺得它的口味呢 在這裡算是蠻平均的 因為有的地方呢 它的可能會比較油一點 就是我們的雞油淋的比較重 有的呢 會比較甜一點 它有的是油蔥素比較重一點 它的呢是比較平均 就是一點點滷汁 一點點雞油 然後米飯呢 是屬於濕軟那一種 所以你吃起來呢 也不會說有不好的口感 然後肉片呢 我覺得啦 如果你今天很喜歡吃肉的 那你就直接點 切盤 來配也可以 所以呢 如果來嘉義的話 你想要吃雞肉飯 這件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尤其是你是旅行者 你想要吃一點點 然後嘗試一下嘉義雞肉飯的味道的話 真的 非常建議你來這裡吃 好啦 那今天就推薦這一家 好吃的便宜雞肉飯給你 全嘉義 最便宜的雞肉飯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 掰掰 我們來看看 我們下部影片 塊地下部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